探龙 精彩继续 探龙 第215章 杨子刚冲到门口 迎面撞上两个人 一个戴夜叉面具 另外一个则是满头乱发的老头 夜叉男一伸手就抓住杨子 杨子已经失去了理智 力大容虎 普通人根本抓不住 可在那夜叉男的手上 就像三孙孩童似的 一把就提了起来 随手一记掌刀 劈在杨子脖子上 杨子顿时就昏死了过去 金玉珠一见 闪闪就冲了过来 一脚踢向那夜叉男 那夜叉男伸手一挡 急声说道 我是来救杨子的 金玉珠一听 半信半疑 但还是放人进了别墅 夜叉男提着杨子 往沙发上一丢 急忙说道 来了 孩子是中毒了 你赶快给看看 那赖老伸手摸了摸杨子的额头 又翻了翻杨子的眼皮子 最后再搭了一下杨子的脉门 顿时眉头皱了起来 那夜叉男一见 急忙问道 赖老 你也解不了吗 那老头一摇头 说 孩子中的是宁心鹿 这又话一出口 那夜叉男就是一愣 脱口而出 坏了 可不是吗 之前七兄在那尸门蛇皮之内 封的是赤魂烟 也被这孩子吸收了 本来赤魂烟和宁心鹿单独一样 我可以吃好 只是需要点时日 可这两样其毒都聚到他的身上 我也束手无策了 而且这孩子身上还不止这两种毒 之前还中过其他的毒 应该是苗疆药物 只是药性远没有赤魂烟猛烈 所以反而被赤魂烟压制住了 而赤魂烟又被六芒神柱的力量所压制 所以发作急慢 我已经将阴阳双鱼养了起来 有了阴阳双鱼替他梳理阴阳之气 在以药物相助 假以时日 倒是可以化解他体内的赤魂烟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又中了宁心路 这两种毒药 一阴一阳 在他体内相互争斗 各不相让 都将他的身体当成必争之地 而且全都进入于血脉之中 导致他体内冷热不断交替 全身经脉勤性扩张 他要不是有六芒神中护体 只怕早就没命了 现在 我也不敢动手为他一致 他体内两种毒性因为相互争斗的原因 都发挥到了极限 不管我除了哪一种 另一种都会猛烈反扑 瞬间保亡 那夜刹男又是一愣 还没来得及开口 金玉珠就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哀求说道 求求你舅舅养子 求求你舅舅养子 你是要钱吗 不管多少钱我都给 只要你能将养子治好 多少钱都可以的 那老头饶有深意地 看了夜刹男一眼 又看了看金玉珠一眼 笑道 丫头 钱对老夫来说 可没半点用处 你要真想救这孩子 我倒是可以瞧你一个办法 说完话 身头在金玉珠的耳边 悄悄说了几句 金玉珠先是一愣 随即羞得红霞满面 随即那老头就喊道 拿水来 现在这孩子真不好说 宁心露和赤魂烟 都在他体内 但也造成了阴阳相克的状况 相互僵持的结果 反倒让孩子落了一条命 但他体内还有苗疆之药 之前苗疆之药 被赤魂烟压制 现在赤魂烟全部毒性 与宁心露对抗 反而都不管他了 这毒一时不会发作 但时间一久 必定会趁机腐蚀五脏六腑 我现在没有药物在身边 只好先封住这药的毒性 金玉珠急忙去放了一盆清水 那老头一伸手 从身上掏出一个脏旧不堪的红布包来 弹开红布包 里面却是个绿皮带 绿皮带一打开 数排银针 排列有序 长短不移 随即老人示意金玉珠 解开养子一扣 将胸膛露了出来 手指一碾 已经取银针在手 看也不看 一针就扎在养子的心脏旁边 金玉珠却看得心惊肉跳 奇莽说道 那是心脏 言下之意 也下手轻点 那可是心脏要害 那老人哈哈一笑 老夫六岁读一书 十岁长白草 十五岁挂牌性医 二十岁开始 被人叫做气死阎王 一生就职人数成千上万 无一粒失手 岂能不知心脏所在 丫头 我用赖药老三个字 和你打赌 我七针下去 这孩子必定暂时恢复正常 如果我赢了 你得按我刚才所说的去做 你可愿意吗 金玉珠一听 顿时一惊 脱口而出 你就是赖药老 那老头说话之前 已经又扎两针 在养子心脏周围 点头笑道 那是自然 如假包换 这孩子的毒能不能解 全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金玉珠面色又是一阵飞红 看了养子 那紧皱的眉头 苍白的面颊 一咬牙说 好 我就和你赌一举 赖药老哈哈大笑 手不停顿 嗖嗖嗖又是三尘 养子面色陡然一变 哼了一声 赖药老却似没听剑一般 随手将最后一根银针 刺入养子胸口 随即喊道 引他柳蒙神珠之力出来 先将宁兴鹿和赤浑烟的毒性压下去 那夜茶男急忙伸手脱了杨子的鞋袜 一掌拍在杨子脚心那六颗红质纸上 杨子陡然剧烈抽搐了起来 浑身忽然通红忽然冰冷 迅速交替循环 片刻之后 面色缓缓回归于正常 赖药老伸手如飞 嗖嗖嗖连续拔针 每拔一根就丢在清水之中 一盆清水瞬间变成绿色 随即赖药老起身将水倒去 银针取出 又用清水洗涤数遍 才放入陆皮带中 对那夜茶男一挥手说 我们走吧 那夜茶男看了一眼杨子 眼神之中满是担忧 赖药老却说 孩子暂时不会有事 我必须尽快赶回去 将阴阳双语调养到最佳状态 这段时间有这丫头照料 应该可以克制 那夜茶男点了点头 又看了一眼杨子 忽然常常叹了口气 起身一跺脚 和那赖药老双双离开 出门而去 片刻不见人影 金玉珠愣愣 金玉珠愣愣看着两人消失的方向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自己在做梦 愣了半晌 才想起回头去看杨子 谁知道一回头 就发现杨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 正愣愣地盯着自己 双目之中直接烧起两团火焰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下集更精彩